您在哭農会等级关怀六岁民众 年载19当帮助北台南加富中心 今年在行方农村的新歌发表会当中 也基盘到爱心得公啊会娘才的外党 头发跟正班跟观众的爱心得公 加上义买到红包 今年总共没集中37万的金鸟 将来帮助六岁压生 桌上一支一支的这桶 就是北台南加富中心的目函特区 其中您在哭農会 也持续来支持北台南加富中心 今年年载19年来孤阪爱心竹筒回娘家 和这种感觉和这妈妈共同来帮助六岁 我们在农会是一个非常爱心的农会 年载跟北台南加富中心 基盘的爱心竹筒回娘家 已经19年了 累積的金鸟 将近300万 都要管给北台南加富中心 让这些孩子以后没有后果主要 让他们赞助他们的学位 尤其今天我们在农会 有办到我们加勤班宿建 和清隆 和这些义买 要来让我们 所有义买都要让这些北台南加富中心 这些孩子的学位 没有让他们没有后果主要 这个华东是非常意义的 我们在农会会继续与伴下去 现状中在一趟打开 他会来点算什么 当时农会理事长和总干事上 冠军黄包 加上他买今年总共没支到37万 将作为六岁的学生的经费 今天是我们每年一年一度的 那个主统回娘家 那我们透过这个活动 来帮助我们北台南加富中心的 弱势儿童来就学 去我们加福基金会的研究 那小朋友能翻转 他这个资源 有些是不能转换的 但我有教育 透过教育 他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带你学习知识 一个是带你学到工作方法 那这样子 你透过教育 你才能转换成你有用的资源 才能翻转 来改善你的生活 那我们希望 我们北台南加富中心 在社会人士的关注之下 没有一个儿童 是因为他没有钱而不能上学 我们希望每个儿童都可以上学 都有机会 来方转他们的生命 年转农会十九年来 爱心观看已经够了三八空四万 透过大家的爱心 他的力不足 大家做金刚才传爱的技术 让北台南加富中心 可以帮助有需要的学生 和合家民众做会来帮助就学 记者各位年转区 长不得